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个孤僻的世界 可是呢 我在中山的那一年呢 我在文学课上突然间心陷了一场 是因为我对萨斯比亚的这个戏剧麦克勃 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就自刚愿由地自愿扮演一个场景 我扮演的是一个物货 我是一个物货 哈哈哈哈 天明发疯了 天明发神经了 当场同学们都笑道 蒙受慈悟的我 当天哭着回了家 为什么我的投入换取了同学们的迹象 我再也不要有那种受伤的感觉 我从此就害怕恐惧上台演出或演讲 既然如此呢 故批的监民 怎样脱胎幻腹变成了今天的监民呢 根据史丹夫大学心理学家卡洛德维克的研究 在我们的生活中成功与否 关键在于我们追求目标过程中展现的思维模式 他介绍了两个思维模式 第一个就是固定思维 固定思维呢就是你的成功与否 就是你先天的条件注定的 第二个呢就是成长的思维 就是在你在谋生的过程中可以提升你的能力 可以改善自己 我就非常非常的认同这个理念 可是成长是个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 我们怎样让成长落地呢 今天我就跟你分享了一个金字塔形状的一个框架 这叫做成长的六个城市 就从底层也快说起来 人们说环境造了 可是我说人也可以造环境 我们可以改变了我们的环境 改变了我们的环境 就可以起始我们改变了我们的行动 就拿我自己的经验来做一个案例吧 因为我在学法语班的时候 同学们都是出学者 所以我就不再害怕上台出丑了 那除了我永远的参与 每次都自愿上台练习讲法语 因为我的积极学习态度 我的法语教授 颁给了我最佳法语学生的这个奖励 为我的自信心打了一记强行针 我表达自我的勇气 因为有了这个表达自我的这个欲望 我就不定不定的去提升自己 去学习如何表达我自己 然而我为我自己表达的能量 现在我的知识一定能大量提升 我的信念再也不是负面的信念了 现在是启发性的信念 我也曾上过了几多项课程 各我个人发展的课程 跟世界所有的大咖学习 收获良多 如此我已经提升我的能量 可是为什么我在企业 我的事业上 我的企业上呢 还是到了一个极限 因为我对我自己所有的追求呢 做了一个复盘 复盘了一下 那我就有了一个队伍 我追求的一切呢 往往都是在无意识之中的态中 因为我从小就被同学们击笑 被同学们歧视 所以我就有一个想要证明自己能干的这个念头 这样的话呢 我到了我自己的一个门槛 我需要自我的定位 讲到了自我的定位 就有一个经理我要跟你分享的 就是这个 有一次我参加了这个 上游轮做演讲的这个一项项目 上游轮做演讲 我的演讲主题就是 性爱的关系 上了上了船之后呢 我看见所有的听众都比我大了很多 全部都是爷爷奶奶了 那时我还会结婚呢 我有什么资格教他们呢 这是我慌疑对不对 那时候我充满着质疑 我的第一个演讲 演讲到一半呢 我跟你说 百分之八十人都离开了现场 可是我已经上了船 除非我跳海 我也是无处可逃 对不对 我也只好继续做我其他的演讲 在我的演讲演讲过后呢 有一对夫妇向来对我供述 说我们已经结婚了三十年了 可是我们对彼此已经忍无可 回到了家 我们第一就立即要半离婚 虽然我不是个专业的读导人 可是我倾听他们的演员 给了他们一些提议 到了女生的最后一天呢 他们向我道谢说 建民 你帮我们解除了我们沟通的阻碍 让我们多了解彼此 你还救了我们的婚姻 那时候我就找到了我的生活的重视 我的核心的米标 我是有价值的 我的分享是对他人有贡献的 找到了我总之后呢 我的顾客就邀请了我到亚洲哥去做演讲 这是在基隆坡 明丹岛 巴旦岛 曼谷 加米岛 马尼拉 巴拉旺岛 高雄 杭州 上海 这是上一周的事 我的事业也上了一个轨头 亲爱的 求学如逆水行足 不尽则推 在我们顺心万变的这个世界呢 我们一定要不断的改善自己 向上向上 因为我们现在在讲演会的这个平台 我要呼吁大家呢 向世界发出你的声音 因为我们的信心是无国界的 谢谢